本期故事又发生在熟悉的基岩板中 玩家正在一处沙漠区域探险 很快他便在不远处发现了高耸入云的建筑群 走进后玩家发现 那好像是水瀑布 并且前方有一处村庄 这个村庄坐落的位置还真有意思 村庄所处的位置在一个巨大的洞穴之中 但玩家游过去后发现 这里果然居住了很多的村民 这张地图是玩家从网上下载的 所以他也不清楚 这个世界内还会有什么好玩有趣的建筑 玩家简单的在这里搜刮了一些物资后 便打算顺着这些水流上到洞穴的顶部去看看 他顺着梯子不断的朝上攀爬 没多久的功夫他就上到了顶部 上来后一个新的建筑赫然出现 玩家迫不及待的走了过去 这建筑共有三层 每一层玩家都简单的搜刮了一下 直到他上到了最顶层后 一个转身的功夫 他便在身后发现了一块告示牌 上面写着 我将会接管全人类 实体999 what 实体999 玩家还没弄明白是什么意思 下一秒 身后的楼梯上就站着一个身影 玩家被他吓了一大跳 本能地开始后退 说着 这个实体999也开始攻击玩家 玩家一脸懵了 什么情况 并且玩家无法攻击他 这个实体999会自动锁定玩家的目标 不论玩家走到哪 他都会上前不断地攻击玩家 玩家随后试图拿出钻石剑反击 但是也不管用 最后的最后 玩家只能被迫跳了下去 故事到此 结束了 本期故事发生在机眼版中 玩家在矿洞中 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身影 起初世界内正值黑夜 玩家正在自己的住所 与夜晚出没的怪物们battle 很快黑夜就过去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 他简单地修补了一下 昨晚被破坏的住所 接着便打算出去探险 很快他就下入到了 之前自己挖的矿道之中 说着便开始继续挖矿 今天的目标是 挑战在十分钟内挖到钻石 看挖着挖着 玩家一个不经意间 回头查看时 突然他发现 前方的矿道中 闪过去了一个身影 而且他刚才很清楚地 听到了有脚步的声音 What 玩家赶忙前去查看 但转悠了一番后 并没有看到什么身影 难道自己看花眼了 不应该呀 随后玩家上到了地面 但很快他便发现了 新的诡异现象 这位村民 为什么站在这里低着头 难道刚才在矿洞出现的是他吗 随后玩家打了村民一下 村民才回过神来 继续开始收获庄稼 所以刚刚他为什么 好像被定格了一样 这看起来真的很诡异 玩家虽然心里感觉有点不正常 但是随后他还是返回了矿道 继续挖矿 因为他要在十分钟内挖到钻石 可这次下来后 他发现之前放在矿道中的灯笼不见了 之前明明就在这儿的 怎么回事 玩家内心更加慌张了 他查看了这里所有的矿道 都没有找到丢失的那盏灯笼 很快游戏内的天色又在玩家不知不觉中进入了黑夜 当玩家再次返回村庄时 那个村民已经消失 玩家找遍了附近所有角落都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随后玩家再次壮着胆子下入到了矿道 并用原石堵住了入口 进来后 那熟悉的脚步声很快便再次响起 似乎就从身边的某个拐角或者矿道中传出 玩家越听越感觉头皮发麻 他迅速地拿出原石 将所有的矿道通道都堵了起来 很快那脚步声就消失了 而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不过在退出世界之前 玩家放大了之前截图的矿道图片 他果然发现有人站在自己挖的矿道内 屏幕前的大家别忘记点追按钮订阅节目 下次更新不迷路哦